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每天都在说主统 然后主统也是上年你说的方法 那也是方法 然后因为在2月6号土耳其大地震的时候 隔天上人你一早就开始 我在8点20分就写了一篇文章告诉大家 然后也是因为上人你说要运用科技 然后一直传善 然后能够集结更多人的一个善心善念 浮躁台湾就能够天下平安 那也不是为了要募多少人 也不是说一个人你要捐多少钱 而是上人你告诉我们的 要有多少人一起来发心 成就更多的天下事 然后让天下更平安 所以我也在短短的时间 募集到一尊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因为有众人的爱 上人你说主统有量能 这是真的 真的是真的 我们有一天要去搜 那个爱心商店的零钱 赞款 然后路过一家店 那一家店很特别 我们一看到我们就想说 他叫这老娘厨房 我们就想说 这可以来不爱心商店 结果我就想说 预期要等以后 不如现在马上 所以我们就把车停下来 水里去 你去之后 我们就一直看 看 上人 那竹筒真的会去印 很大汤 很大汤 汤里面一转波都是零钱 就觉得实在是太神奇了 然后我们就跟老闆娘说 老闆娘你敢有发心帮助 土耳朵 她说什么是土耳朵 我们就跟她说了 我们就说 这趟很重要 土耳朵很需要她 你敢怨她 你敢怨她 老闆娘说 真的我可以吗 我说真的真的 就这样 她都没感觉我们两个是诈骗集团 因为我们没穿制服 你知道吗 她说好好好 那可以 就让你摸回去 我们就真的给她摸回去 摸回去 然后我们就漂亮 马上 再去找那 人家说 到三天 把她玩完 我感觉 真的 这个竹筒 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 而且一定要 人人都能够 来投竹筒 那这一家 就是 臭臭锅的一个 老板 他呢 我在 听清兵的时候 看到一个阿婆 大字 他在求回收 那上人 你有说 我们就是不能放弃任何一个人的善心善念 我们随时随地都要把握因缘不善种子 所以呢 我就来说 大字 你在做回收吗 他说 对啦 快点快点 我在关键 我就开始 他说 大字 你怎么帮我做 土耳其 大地人 发生100块 他说 100块 没有 我说帮我做 别人 就是有福的人 他说 我做30多年的 志工 感不过 我总要平衡摸的 又外头 不过我还想想 买英语 一定要让他发心 可以跟Toni 去结束 我就说 大字 10块 感好 他说 10块 有啦 上人 你知道吗 他从他的皮包里面拿出来 就仅存的15块钱 他全部把它捐出来了 让我真的很感动 让我体会到 真的 人人都是佛 我们要 有一颗谦卑的心 恭敬 常不亲 菩萨 这间 就是臭臭锅的老板 他从原本误解 词迹 然后不能认同 词迹 那也因为我常常 去跟他聊天 后来因为土耳其 地震的一个姻缘 我就跟他说 老板 你敢来发心 帮做Toni 100块就好 100块就好 他就开始跟我说 我知道 你们的资金 都有过去 就开始一直聊 一直聊 我说老板 感恩 他说 你知道吗 上人 他一瓶拿出来 一千块 我很感动 我眼神 我很欢迎 他一直跟老板 他一直跟老板感恩 老板说 一千块而已 你就这样感恩 我说老板 你知道吗 你在跟我教育 你就是印证到我们上人说的 普天三无 因为你原本没人懂 你感觉你当地的主杰人是 眼睛生在头上 但是我就跟老板说 我感恩 他说没有 我不是在说你 然后我就说 老板感恩你 你给我告语 你放弃过往 只因为爱 你希望将这一份爱 结缘到土耳其 所以你是真正一位老师 你说明 证明了普天三无 普天之下 没有我不原谅的人 没有我不信任的人 没有我不爱的人 而且这个 算效应还一直在发生 那再来 因为我有一个习惯 我如果在楼里 遇到人 我就会说 哈啰你好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老板 他在吃芭蕾 我总要打电话 他说 老板你在吃芭蕾 他说 这样你也知道 我就开始告诉他 他就说 叔叔你过来 我拿芭蕾给你吃 我拿一包给你吃 我说 不需要我只有一粒就好 因为我吃不太多 结果我就真的去 去之后 我又找不到他 找不到他之后 我又把他卡 他说 过来过来 结果我去之后 我就开始 老板已经把芭蕾 切好 要让我吃 我就拿着 我心里想说 我不能只拿这粒芭蕾而已 以前我看到 老板是重点 我就想说 这不能放一耍 放一耍 就是要把他帮 他的爱心 我就开始 跟他说 当年期 你有帮他 帮他 他就说 好 结果他也拿五百 块出来 你知道吗 结果我因为吃到 他的芭蕾很好吃 我就说 老板女儿 你敢能帮我 你住宅 他说他住店中 我想到店中 我们有一个 住宅 帆布团 做到够好 我跟他说 老板女儿 你敢能帮我 送两千块 芭蕾 过去 你给他 结果就因为我又没带钱 结果 我把他 跟他 哈啰的老板借钱 结果 老板借我两千块 没打算 这老板女儿 回到店中了 他跟我说 我跟大家说 我看到你了 很欢迎 很可愛 我们朋友 什么人 什么人 他 小杂的人 冠 途年 而且 到买了 我欠老板那两千块 老板又把两千块 撞入 爱心竹筒 里面 上人 真的散 一直在发笑 这是我去 管轧店隔 也是因为 我没穿这 但是我看到 很多家庭 我就 因为 车店 刚才十几点 一百块 我一个 一个 就跟她共用補充 我沒遇到什麼很單純而已 結果我後來生一個人之後 我要出來 那一個家庭師傅快點跟我說 來 你這些人拿出來幫助人 救導你去 我說 師傅 你怎麼會知道我是主席人 他說 我一看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真的很感動 好 還有 那是一個常樂社區 也是因為朋友介紹 所以她 請我去說愛心主統 十幾個菩薩一起來 就是成就這個 而且來參與 每一場活動 無非不是要我們人間菩薩大招生 就是因為我們在街頭目看的時候 輸家輸家 大家都捧著愛心香 然後走在街頭上 我就看著一個 阿妹啊越南媳婦 她就把錢錄下去 我就趕快過去 我跟她說 過來過來 妳說想要做這天 就這樣喔 雙人我隨意跟她老電費跟她那個護家賴 無大金我說 阿妳名字有贏嗎 剛才拜她 她竟然說 有啦 有效忍 我就隨意跟她接 帶她來我們社區做環保 雙人妳知道 她現在已經沒到十號了 而且喔 我跟她講 妳只要看著 人妳就跟她講故事 妳怎麼讀到主席 主席怎麼可愛 怎麼跟妳講 妳就這樣一直跟妳講 她跟今天喔 這兩天一直在 沒愛心商店 一間喔 沒到十間的愛心商店啊 很多很多的故事 希望以後有機會 可以常常說給妳 開心 感恩 聽到了王菲蘭師姐的分享 您是不是也感受到 她這一份歡喜呢 我都好想跟著她一起去 不管是券目啦 或者是邀約更多人 一起來發心心善呢 的確喔 她的這種全心全意 慕大家一起來行善的歡喜 真的是竹筒 也是方法 也是弘法 是弘法 也是弘法的 可以是善用科技 一指傳善 那麼也可以把街頭巷尾 當作是道場 當然呢 也可以啊 把握任何的因緣 來慕心慕愛 真的不是要慕多少人 或者是多少錢 而是呢 希望可以慕更多人 啟發這一念善 那麼正言法師也回應 愛的能量啊 的確啊 是可以讓人的毛細孔 也都吸收了呢 心感動啦 我聽到啦 真正的連毛細孔呢 都已經把各位的 愛的能量都吸收到了 真的是很煩心 看到這一回 大家上街頭 就是吃了把街頭呢 上成了 是道場 也是一場呢 最好的大法會 也是呢 菩薩真誠的大道場 你們啊 這一場的大法會 就是公德量啊 不過還要跟大家說 晚會就如是 就是這樣 時常的可以感動人 這就是菩薩修行的見證 每一次你感動一個 一個對你的見證 見證你呢 第一人群 肯定啦 見證啦 這種見證呢 福 祝福啦 也帶動了很多人啊 總是呢 看見福的方向 他們呢 也向福的方向 平靜 所以這就是 人間啊 能祥和 什么是法會呢 的確 法會不僅僅是 佛事 法事 共佛 共僧 或者是布施 这样的集會 最根本的精神啊 就是以法相會 如法修行 所以呢 正言法師說 大家呢 是把街頭巷尾 當作是道場 而這也是 一場大法會喔 那麼當我們感動一個人的時候 也就是一個人 對你的見證 見證什麼呢 就是見證 利益 人群呢 那麼當然 這個也是 見證福 所以呢 也帶動 感動他人 朝著幸福的方向 不想說您是否 也已經朝著 幸福的方向了呢 我是美蘭 正言法師的 幸福心法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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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